艾琳,我问你一个问题,就是说,因为你知道在中文当中,当两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的话,我们一般打招呼会说,你好,但是在波兰语当中,你们通常是怎么打招呼呢?如果两个陌生人的话呢? 就是第一次见面,对。 波兰语当中,你们一般怎么说? 嗯,真的。 这个是比较正式的,就是两个人。 你可能以前不认识,或者是比你的老年的人,不是你的,可以说,一样的年轻的人,对。 所以比较,比如说你有一个邻居,对,或者你就不太熟悉的人,你可以说, dzień dobry。 如果是朋友之间呢? 你就是说, cześć,或者,嘿,也是比较简单的,对。 年轻人当中,对。 对,对,和英文的差不多,对。 就是,嘿,是比较难建筑,我觉得。 啊,啊,那如果说,比如说,两个人第一次见面,然后打完招呼之后,想自己介绍一下,比如说,我的名字叫什么,这个在波兰语当中怎么说? 呃,Nazıbamsya,还有你就是加你的名字,对。 所以,比如说,在波兰语,我叫Agafa,所以我可以说Nazıbamsya Agara. 好的,那我大概是知道了,就是说,先打招呼,然后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如果想要说再见的话,是怎么说呢? 嗯,到见了 这个是比较正式的,是吗? 嗯,对,是比较正式的 那如果说朋友之间,也是这么说吗? 没有,我可以说Ceść 所以你可以打招呼,还有就是再见的时候,都是说Ceść 是Ceść,是打招呼,还有你再见,或者高边,你也是说Ceść 或者可能,嗯,也是对 zobaczenia 也是你可以,这个对 zobaczenia是正式,还有我觉得也是比较不正式可以说 所以两个情况都可以 那我清楚了,那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打招呼是Gindafri,或者是Ceść 对 然后我如果想要跟对方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比如说像我,就是Najyvamsie Arthur 对,Nazyvamsie 啊,ok 然后如果是两个告别的时候,是 是比较长的 然后要不就是朋友之间 可能也是贴心 这个见面意思是差不多见 所以说是再见差不多 所以再见就是可以说 有点类似于 see you 对 对 这期的话我们关于波兰语见面 如何和人打招呼 然后如何说在电 如何做一个最简单的自我介绍 已经介绍完了 那么下一期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介绍一些更详细的东西 对 因为有很多的情况 对 有很多的 对 你可以说就是多一些 对 那个是比较复杂的 对 对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